裡面那個女孩的美女是 一位是我個小女兒 粉頭髮膏是我個員工 你女兒一開始是讀什麼的? 我女兒一開始是讀工商管理 她自不在 真是自不在 是她的興趣 你可以看看她上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她的興趣而得回來 就是玩Dog Show的時候 通常都會拿到獎 然後我的小女兒 全國玩美容比賽 又拿全場總冠軍 兩個女兒是很有天分 都拿了A牌 就是最高級的牌 你還要考牌嗎? 要的 學徒就是我這個同事 教導她現在懂得剪毛 再提升去考牌 香港有些人可警察可以出來嗎? 有些是全世界認可的 例如他們現在玩 這些都是全世界認可的 我兩個女兒真是很有經驗 每一隻狗來 比之前不同的狀態 他們都會提醒主人去看醫生 好像最近有一隻也是 打電話給我說 那隻狗很餓 那怎麼辦? 我就叫她吃一些紙餓 吃完之後幾天去康復 她就帶一隻狗來做美容 我女兒就發覺她的狗不妥 我也發覺她的狗不妥 為什麼? 因為她肚子很著 我們跟她做完美容 就叫她代替醫生美容 就發現她的肚子有腹水 心臟發大 這些是醫療 即是及時醫療 如果你再遲些的話 可能主人就要 使用不費用去住院 或者有生命危險 當時就會很麻煩 做一個美容師 如果你沒有耐性 細心愛護動物 你是做不到的 因為你是管著 我來打工 走了 我覺得不太對得住 有很多種的 最重要是自己有興趣 所以每個行業 是要做到很專業 真是用心出來做 沒錯 你只當是一份交代了的工作 是不會做得好 沒錯 好像你這樣 你都做了很多年 我覺得 真的很出心於幫我們 謝謝你們 那些比賽通常是怎麼參加的 全個性去報名 國內有些協會報名 參加美容師比賽 有八幾二百個美容師 每一個骨 每一個骨 都不同的 一直長給一隻狗 你剪不清楚 不是 是要自己保持一隻狗 一段很長的時間 自己戴一隻狗 可以去剪 參加比賽的 毛要留得很長 你都難得這樣 才可以合乎賽會的要求 就化妝前化妝後 兩個人說 你沒有參加比賽 我沒有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樣 好像 兩個女兒都還好玩 Dogsoul以來 Dogsoul那裡其實有一個標準 喜歡狗的人 去鬥自己的狗 說話 是的 好像說話一樣 是的 鬥漂亮 去考牌 鬥技術 努力 等美容師 身形又不可以怎樣 狗長的 你怎樣剪到狗是四方的 身形是標準的 其實是很多學問的 Dogsoul 都鬥靈鬥狗的體態 所以香港人就算身材 主要漂亮之外 就要身材 他們穿的東西就等於他們那些毛 他們的衣著 有多漂亮 他就有多漂亮 都是一個 很有耐性 要有愛心才可以做到的 嗯 嗯 嗯